此次嫦娥四号任务当中除了着陆器和巡视器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角色 就是首颗地月间中级通信卫星雀桥号 它不仅仅是嫦娥四号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也肩负着为未来深空探测探路的特殊使命 由于这次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无法和地球直接通信 因此就需要一颗卫星来搭建起地月之间通信的桥梁 这个任务就要由此前发射的雀桥号中级星来承担 雀桥的积累的应该说这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 对我们进一步完成好未来月球探测任务的中级通信 应该说也是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雀桥号中级星也是首个绕地月L2点运行的人类航天器 地月L2点是地球和月球引力的平衡点之一 因此航天器无需消耗很多燃料就能保持稳定运行 这也是未来深空探测的一项重要技术 不仅仅是地月的L2平衡点 实际上围绕地球还有其他几个平衡点 包括L1还有L3L4L5 那么雀桥在这个轨道上积累的一些应用经验 对我们今后开发利用其他几个地月平衡点 应该说也是具有重要的价值 为了能够让中级星尽可能长时间的工作 积累更多的经验 研制团队从研制之初就要求卫星按照至少五年的寿命进行设计 而从雀桥号发射到今天 经过半年多的飞行状态的监测 这个设计寿命还将有望大幅提升 因为推进机毕竟由于重量的限制 我们携带的推进机是有限的 通过六个多月的实践 我们也是不断发现一些更有效的办法 来尽量的减少推进机的消耗 目前的我们剩余的推进机量 应该说能够自此缺调在这个轨道上 运行十年以上